它是这样的 它把它放得很大 这样一种慢练 这样一种慢练的不好的呢 就是一 浪费时间 肯定浪费时间 而且拉得越慢 它脑子越不动 它就让自己的手 慢慢地来适应自己 而不是说 我赶快就是眼明手快地 我看着这个 这个谱子 我眼睛已经到后面去了 所以呢 很建议大家 有一种练习的方式 教导孩子们 就是 不要让他们速度在的 不要下去 让他们停下来 停下来看自己这个幻弦 做得好不好 这也是一种慢练 这是真的慢练 好 不要让他们下去 检查 可能这样的一个办法 会让他们对这整个乐曲 它有一个概冒 就不然呢 就是慢的 他们也没有进了 要睡睡着了 练到后面 然后还要用节拍器 严形的规定 这个练习是特别枯燥的 所以这只是我一点建议